战法是队伍的灵魂 同样的阵容和武将搭配低配或者高配战法 在战场上的表现肯定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我们玩家在网上找号买号的时候 特别是低红半红的账号 一定要首先确定是否核心战法齐全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阵容有相应的强度 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 我是关注了就会运气爆棚的运气爆棚选手 今天爆棚就帮助大家盘点一下 平民玩家在买号的时候 这个账号必须拥有的S级战法 建议提前点赞收藏 并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 上面列出的战法是一个账号必须要拥有的战法 这些战法特点是通用性强 以恢复战法和减伤战法为主 无论你是想玩什么阵容 要想拥有比较高的战斗力 基本是离不开这些战法的 因此我们在挑选账号的时候 如果缺少这些战法中的任何一个 就可以判定这个账号是存在缺陷的 这也是我们买号时防止踩坑时必须留意的一点 特定阵容额外必备的战法 不用必须全部拥有 也不一定就局限于我所列出来的这些战法 这一档的战法的意义是 缺少了会对特定的阵容强度有所影响 所以我们要根据账号当前武将能玩的队伍去判断 如果你准备组建相应的阵容 或者说日后可能会组建的别的阵容 他们相应的核心战法就必须得拥有 举个例子我们在猫上看号的时候 看到一个账号是搭配了三式吕布的阵容 但是呢我们看不到它的战法 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去号主提供的战法图片里面 寻找是否拥有三式吕布的核心战法 比如一骑当前鬼神亭威等 上面爆棚紧列举了主流阵容所需要的额外核心战法 如果你想去玩某个小众的阵容 那么就要判断这只队伍核心必备战法是否拥有 除此之外爆棚还给大家总结了一下目前常见开荒队伍所需要的战法 这些战法也是需要尤其去关注的 上面是当前游戏版本主流的开荒阵容 在这些开荒队伍中 对于白板低红玩家 爆棚更加推荐使用关月枪或者下太皇进行开荒 选择关月枪 前期战损非常低 平民玩家可以追上满红的脚步 能快速积累等级和资源优势 即使在同等水平上的作战实力上与别的开荒队伍相比稍弱 但完全可以依靠等级和资源优势占据上风 等到第三队出山后再把它拆掉也不迟 选择下太皇开荒 可以转型冤棋 或者虎城攻和吕布夏侯三式阵容 虽然从战损以及开地能力上稍弱于关月枪 但是能获得较强的前期战斗力 赛季出的开荒好坏直接影响了整个赛季的体验 对于平民玩家来说 不仅需要关注账号的主流阵容 更要留意是否拥有适合转型自身阵容的开荒队伍机战法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如果你还有疑问 欢迎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共同探讨 我们下期再见